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Santos Library这个插件 这个材质插件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材质插件呢 插件很简单 就一个类别 就一个类别 你去选择我们这个材质的类型就行了 然后选择好材质类型呢 然后就点击我们这个预览图 然后里面有好多这种预设的这种材质 然后你直接给它点击 你选择我们的这个 选择我们这个模型之后呢 然后直接点击这个指定材质 然后就已经把这个材质给附上我们的物体了 那么现在呢 我附的是一个我们这个水的这个材质 那么我们这个水的这个材质呢 然后你可以进行这个参数的这个调整 比如说这个限制的这个噪波呀 这个限制的这个噪波大小呀 还有我们这个深度冻结的一种深度冻结的硬度呀 这种你都可以来给它做插入关键帧 做插入关键帧的动画 你可以给它参数进行调整 那么我们这个插件呢 那个在我在我这里面显示的话 在我们在我这里面付的话 可能会有些卡 因为这里面开的东西太多的 电脑上开的东西太多了 那么比如说我们给它付一个这种布料的这种材质 我们可以 布料的我们不用说了 还有食物的这种材质 附一个什么的金属的吧 金属的材质 金属这里面还有材质还是比较多了 你给它附一个 附一个这种吧 我们给它指定一下 好 现在材质已经附上去了 好 在在我们这个 着色器面板里面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调整这个参数 我们也可以修改它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红色给它改为这个紫色 然后它这个黑色呢 给它亮提亮一些 然后还有它的凹凸的纹理啊 还有它这个分离 它这个分离度 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还有它的一个角度 这里面有特别说一下我们这个水这个材质 这个水材质 我们选中我们这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衬布 后面这个环境这个面片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用后面这两种 任意一种 选上它之后呢 我们给它指定材质 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个选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添加新的复制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把它看一下 还有就是分配一个现有的 然后我们给它添加新的这个材质 添加新的复制材质 你可以看到这个水的带有这个波纹 这个水带有波纹 那么给它播放时间轴动画的 这个材质它是带有动画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水波纹的这种动画 那我们重新指定材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定线材质 什么意思啊 点击这个我们点击确定 它这个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我们再给它换一种指定材质 我们指定线材质 它这个也是添加我们这个 添加材质 但是它不是复制 那么我来看一下 我们的材质 来到我们这个桌子器这个选项面板 我们来再给它制定一下啊 添加新的这个复制 我们看一下 我们添加复制 添加新的复制呢 它就是把我们刚才这个材质呢 又复制 复制里面又生成了一个新的001的一个材质名字 这样你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而不影响之前的那个不带001的这个材质 我们再给它指定呢 添加新的002 如果我们不不给它复制新的材质呢 我们用一个现有材质 点击确定 那指定现有材质呢 它就又指定到我们初始的那个材质的名字 所以说我们这个指定材质 现有材质和我们新复制材质的 新复制材质 新复制材质 而又增加了新的名字 而这个呢 现有材质呢 是使用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材质 那至于这个材质呢 就没什么可讲 因为这是很简单 你就直接给它复制 指定上去 你修改它的参数 因为参数的话 你根据英文名 不知道英文名的话 你翻译一下 就去给它修改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呢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文件 我们还有一个文件呢 然后它是叫这个 Scanthus Library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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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质库呢 材质库资源浏览 资源浏览的 这个blender这个文件 解压出来之后呢 这个是需要解压一下 你解压出来之后呢 打开这个blender文件 它会在左边 这个 资源库呢 在这个资源库里面 在我们这个资产浏览器呢 在我们这个资产浏览器呢 在我们这个资产浏览器这里面呢 会显示我们这些 所有材质的这个资产 就是方便你浏览 然后你可以指定到我们这个 平行的这个面片上 然后你去浏览 它主要是一个浏览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大概就是让你浏览一下材质 其实其他的没什么用 至于安装的话 你这个就是 就是安装我们那个 Skantos 2.0.1.0 那个压缩包就可以了 ZIP的压缩包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插件呢 比较简单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 下载的话 就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去下载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转发转发转 die